大家好 欢迎来到麦子学院 上节课我们学到了我们查询语句的完整形式 针对于我们的单表查询 像我们学过Wear条件 包括分组 Group by Order by 排序 最后还可以Limit限制显示条数 有了这些语句之后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我们的更新记录 包括删除记录的时候 就可以用到其中的几种形式 但是在用的时候也有一点需要注意 那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在讲更新记录的时候 当时只是简单的写了一个Wear条件 那写的条件也很简单 那现在学完Select之后 我们所有的Wear条件 在Select中你遇到的 在我们的更新包括删除的时候 你都可以来应用 那接着还有什么呢 像Order by 包括Limit也可以使用 但是使用的时候稍微有一点不同 那接着我们先来看一个更新的一个语句 首先呢 我们先把我们的日志开启 买Circle到底10个10.txt 开启之后我们来查询一下 就拿我们的user表为例 现在我想更新一下 用户名为4位的 那这时候呢 就可以用到我们的模糊查询的一个形式 把它的年龄 让已有年龄减缺3 来看一下这个语句怎么写 我们再来一个例子 来一个文件 Test3 更新 用户名为4位的用户 让其已有年龄 年龄减3 那这时候呢 就会用到我们的update语句 update cms的user site age等于age 减3 条件是where username like 加上4位的4个下滑线 代表4位的任意字符 当你写完之后 你来看 所有的4位的用户名 就会被改变了 Coreok 7条记录被影响 匹配到7条 改变了7条 那这时候我们再来查询一下 你会看到 之前的4位的像龙 现在是41 之前呢 现在是44 减去了3 这样一个效果 那其他的4位的都会改变 像88这个就变成85了 这是用到了我们的模糊查询 同样的其他条件的也可以使用 这是我们会的 那现在再来看order by order by的是排序 这个我们知道 可以按照升序或者降序来排序 那现在呢 我就想更新前三条记录 更新前三条记录 让已有年龄加10 看好了 会用到我们的limit 那一会儿呢 再用一下我们的order by 更新前三条记录 让已有年龄 年龄加10 那这时候 当我们不加任何条件 或者说不加任何排序的话 前三条记录 是不是默认的就是123 让其已有年龄加10 那你就可以这么来写 update 表明cms的user setage等于age 加10 条件是where 没有条件 通过limit语句 前三条 之前呢我们知道 limit的形式呢 可以有两种 一个参数 或者两个参数 但是在这儿 做更新 包括删除的时候 你只能写上一个参数 前几条记录 你不可以设置偏移量 这一点需要注意 我们先来一个正确的 你看到 成功 三条记录被影响 匹配到三条 改变了三条 那我们再来查询一下 这时候 前三条记录的年龄 都加了10 但是你试一下 第二种形式 你说我能不能写上 两个参数 第一个 第一条记录的偏移量 从0开始 那接着再写上 第二个参数 这时候你再看 就会报错了 你有一个语法错误 逆二三的位置上 注意 在更新或者删除的时候 只能写一个参数 Limit 那现在呢 默认的你没有加条件 包括也没有加什么呀 排序 但有条件或者排序的 也是一样的 你可以先排下去 按照ID降序来排列 按照 ID降序排列 接着更新 前三条 跟你的序号没有关系 只跟你的结果集中 记录的顺序有关 Update CMS User Set Age 等于Age 加 10 Order By ID 你想是 降序 DIC 接着前三条 Limit 只能写一个参数 这一点需要注意 再来执行 同样的成功了 改变了两条 再来查询一下 你看到 降序 39 72 还有一个NUN NUN 对NUN做加法 减法 结果还是NUN 所以说相当于没改变 那接着其他的这一块 应该就已经加10了 72 39 再看一下62 29 证明已经执行到了 这是更新 同样的删除的时候 也是一样 我们就简单写一个删除就可以 删除 用户 性别为难的 用户 按照ID 降序排列 或者按照年龄 降序排列 再往下 更新 前两 删除前两条 删除前一条 删除一条 记录 前一条 记录 这样的形式 那现在你就可以写上 那现在你就可以写上 delete from cms的user 条件是 where sex 等于 NUN 接着 order by age 降序 DIC 只删除一条 Lamit 1 这样的一个形式 那现在你来看 应该有一条记录被删掉了 那现在查询一下 一共 刚才还有 123 4567 被删掉了 你看到刚才还有 7呢 有ping这条记录 这一点 大家需要注意 现在你看到 我们的 select中 有的order by 包括limit 在这呢 我们也能用 但是用的时候 需要注意limit只能跟一个参数 那下来之后呢 大家把这个 这两个形式 也来实验一下就可以 好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